大家好,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司法观点6 可以重演处罚的诈骗罪犯罪情形 印心敌诈骗案案例1322号 印心敌蓝 在2022年的时候 虚构自己是银州二院的女护士 有医用口罩的特殊渠道 被害人吴峰飞提出购买一万个医用口罩 并支付了6200元 两天后案发印心敌被抓获 同日被监视居住 并退还了全部6200元 银州区法院判决印心敌诈骗罪6个月 司法观点 浙江省对于刚刚达到6000元起刑标准的 同类型案件一般可判拘役并缓刑 有全部退障情节的 甚至可以检察院不起诉 但本案印心敌在疫情特殊时期 假借灾害用品进行诈骗犯罪 社会危害性大 应重重处罚 感谢观看